掌声欢迎最后一位 周琪莫 冠军来了 冠军已经来了 大家好 我是周琪莫 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这一季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是杨波 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 让我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 把我第二轮的名额让给了杨波 让他代替我出战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杨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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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杨波 周祈默一直很鼓励我 他说杨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看好你 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 我也可以 再像我了 连我都像我 太牛了 周祈默之前 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 是教英语 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 都成功地留在了国内 他虽然教留学考试 但是他自己 从来没有出过国 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继续 周祈默从小就很爱模仿 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 老师让全班同学 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扮演 周祈默就选了里面 最壮的一个 刘欢 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对周祈默的过去 这么了解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 那可能是你傻 因为他在扮演我呀 周祈默跟我说 他在比完决赛之后 想去跑马拉松 我说祈默 马拉松 你就不用争第一了 因为在我心里 脱口秀 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 这里没有反转 当时我俩正聊着天 然后柏阳走过来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 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 就是马拉松 当年雅典跟波斯打仗 打赢了 然后派了一个 跑得最快的士兵 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 然后当场累死了 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所有人的反应 不是 人 不要连着跑42公里 会死 这是胜利的极限 大家的反应居然是 要不我们都试试 传个局 你想一想 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 他什么心情 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 仿佛都在跟他炫耀 哥们 这有什么男的 这怎么会死人呢 你热爆了 诶 建国 你怎么来 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就接着不要再往下讲了 其实这个士兵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吧 他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胜利了 雅典得救了 然后才倒地死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特别懂得什么叫优先级 因为但凡换作是我呼之带喘 跑了这么久回到雅典 我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 水 妈呀 渴死我了 然后啪 倒地死了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围着我的尸体 在那纳闷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老远跑过来喝口水 前面打的什么仗 口水仗吗 这个人还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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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不让杨本 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 把舞台还给周西莫 大家好 我是周西莫 走到这儿啊 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 怎么说呢 实至名归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虽然有很多人 很多演员被淘汰了 但其实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 走到总决赛的 我给你们解释 比如 如果没有杨博的表演 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如果没有建国成路帮我改稿子 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 如果没有Rock对我的鼓励 那对我也没啥影响 有影响 你听他鼓励你想死 你知道吗 加油 我只想说啊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淡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请大家为冠军投票 来冲到本地 还有三秒钟 四五五三二一 请十秒